我们来给诗卷浇水了 我给七末诗卷喝橙汁 从不走十分 我最喜欢吃螺蛳粉了 我给我的诗卷喝螺蛳粉汤 哇 螺蛳粉汤也太好喝了 都变成一百分了 螺蛳粉汤也会变成一百分啊 螺蛳粉汤我浇 怎么不变啊 我的诗卷到底喜欢喝什么 一百分诗卷我抢 黑暗魔王 你干什么 你怎么抢我的诗卷 我就抢你的诗卷 这样我就可以搞一百分了 大宝 小雪 走 我们一起去追黑暗魔王 把我的一百分诗卷抢过来 等一下小贝 小雪还没有给诗卷浇水呢 小雪 你快给诗卷浇水 我的诗卷应该最喜欢喝牛奶 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考一百分 我不要给诗卷浇水了 大宝 小贝 我们快去追黑暗魔王 我不要去 我还要给我的诗卷浇水 其实我打算给小雪的诗卷浇牛奶 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一百分诗卷了 好吧 我们两个去 嘿嘿 我给小雪的诗卷喝牛奶 奶我浇 诗卷我拿 这下我也有一百分诗卷了 黑暗老爹 快开门 怎么了 黑暗老爹 你看见黑暗魔王了吗 没有啊 黑暗魔王一时没有回来 精灵仙子 你看见黑暗魔王了吗 没有啊 哼 怎么办小雪 我们找不到黑暗魔王 我拿不到一百分诗卷了 小贝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去考试得一百分啊 对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得一百分 哼 我用隐身魔法 把我自己吵起来了 小雪小贝肯定找不到我 这样一百分诗卷就是我的了 小雪一百分 小贝一百分 大宝一百分 黑暗魔王一百分 老师 黑暗魔王不应该是一百分 黑暗魔王是抢了我的一百分诗卷 什么 黑暗魔王的成绩不是自己考的 没错 给诗卷浇水可以得一百分 黑暗魔王抢了小贝教的一百分诗卷 什么 黑暗魔王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成绩是要靠自己努力学来的 黑暗魔王 零分 哼 不公平 我看见了 大宝的诗卷也不是自己考来的 大宝也应该是零分 我没有 黑暗魔王 你手冤枉我 大宝 你的诗卷也不是自己考来的 老师 我知道错了 老师 我也知道错了 我们下次再也不这样做了 小朋友们 你们考试的时候 也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考出好成绩 千万不能像黑暗魔王和大宝那样 耍小聪明 考一百分 我们下期再见